你今年 五十三 不过我身体挺好的 我半病退 都是陈兴远和朱风山他们逼迫的 我不能输 我怎么听说 罗莎出事的时候 你提供了不少发票 都是给那小子的呀 我本来以为我认输了 把位子让出来 那陈兴远 你总得给我个面子吧 但是他什么都没做 真的让我兵退 这个你跟老大说一下 好吧 不是 你怎么总是 关键的时候不给力啊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刚才进了一下 我今天是准备汇报了点电视的 第一件事干脆什么都没说 我本来是想让你说 林强在管理上是一塌糊涂 胡作非为 横行霸道 这跟你说是最合适的 行了 那你听我的吧 回去以后赶紧给我串联一下 看看有谁对他不满 把材料赶紧给我整理出来 我再给你网上送一回 知道现在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是命中十环纪念日 你这个月奖金 我告诉你 你必须得给我多发点 你让我查那老兄 我坐了四个小时起车 进了村又打一个小时摸滴 都给我吹感冒了 说重点 左边是他的坟 右边是他儿子的 家里没别人就一个孙子 早出去打工了 也找不着人 我去了当地联种人堂问 人家说那时候又没联网 有人拿假身份证 就能办各种银行的卡 根本查不着 他们的特产给你带的 逃门剑 我还给你背了个葫芦 斩 腰 出摸 招财 进宝 不过这个线索算是断了 但没关系 夏总把钱的事 已经上报给公安了 干吗 又玩潜伏啊 偷听啊 我还没偷听 没偷听你沾完没干吗 行了 你赶紧回去洗个澡吧 脏死了 正好拿着喝一杯 来 进来 进尝尝 涛蒙剑收好了 辟邪斩小人 坐 有事啊 李洋 我跟您去的事实上啊 我真没偷听 我是来跟您汇报工作的 他在里面 我就在外面挡他一会儿 你这么晚还加班 够辛苦的了 我自查一下 免得让其他人抓到小辫子 李洋长 您平时 对我挺好的 也挺帮我的 现在这种情况 你也不用太烦 没办法 啥没办法 有小人啊 是 哪儿都有小人 单位嘛 就是这种地方 是 我们联众银行 部门和部门之间 支行和支行之间 分行和总行之间 有很多问题 是 您能力比我强 但如果活在边边就 林行长 我是个小人物 和你们不一样 谁们 你们和他们 我没法选边站 你要是想说 就说得明明白白的 有人 要对付你 总行有人要对付你 总行找你们谈话了 你别管我们了 我们都只是小螺丝钉 大不了换家银行 总有去处的 你不一样 你好不容易打拼到现在 要是被人针对了 可能以后很难 在这个行业待下去了 是谁要针对我呀 你听谁说的 我听我总行小姐妹说的 说有人要对付你 放心吧 没事 我能处理好 要不你还是辞职吧 你斗不过他们的 虽然我刚来银行没多久 但我知道那些人的厉害 你这样硬碰硬 最后是会吃亏的 那你站在哪一边 我 我当然站你这边 那就相信我 走吧 回去吃宵夜 去吧 小梦已经答应我要办离职手续了啊 嗯 你刚才跟我说 张家明跟你说那话 到底什么意思 我怎么越琢磨也不对味 咱不会把人家小梦给玩了吧 今天我去总行人力资源部 嗯 那钱伯说了一堆不音不音的话 我就知道不对劲 可能扩大业务范围 会受到阻碍啊 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 可能我们没想到 你吗 你这个事 你那种事